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昨天收到听众朋友Daniel的电话 他说能不能让我在节目里面讲讲奥运会 奥运会刚刚结束 他说能不能讲讲美中的奖牌之争 讲讲中国的举国体制对体育比赛的影响 其实奥运是个很好的话题 为什么奥运两个礼拜以来 修杰一直没有讲这个话题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平常有很多很多的新闻 包括现在美国国内 包括美国的疫情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案 拜登的庞大的开支 都是我们生活在美国需要关心的新闻 那么再有一个讲奥运这个新闻 坦白说不太好讲 因为跟大家聊聊比赛的赛事 聊聊一些八卦 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聊到Daniel要求讲的 中美奖牌之争 举国体制的影响 这是一个不好讲的话题 因为容易得罪人 我知道现在无论在美国 还是在世界各地 很多人一讲到美中之争 一讲到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美国应该拿金牌 中国应该拿金牌 都会发生很多争论 所以作为媒体人讲这个话题 等于是被放到火上烤 不过既然大家想听这个话题 那么不妨就把修杰放到火上烤一烤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有关奥运金牌之争 有关美中之间的举国体制 跟所谓的自由体制 首先我们说金牌之争 我想大家这两个礼拜看到奥运 可能大家都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在看到奥运比赛的时候 你是支持美国队呢 还是支持中国队呢 我偶然有一个场合 大家都在看奥运比赛 当时正好是美国对中国的竞争 有些朋友为中国加油 有些朋友为美国加油 包括我想大家看新闻 在香港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香港的民众在这个商场 提供的大电视看奥运 如果有香港队比赛的时候 香港队的选手赢了 观众都会报以掌声 但是当这个香港的选手 去拿金牌 咒中国国歌的时候 在商场发出了这个虚声 后来导致香港警察要派出便衣 在这种大型的这个收看奥运节目当中 混在人群当中 看有没有人违反国安法 所以支持中国还是支持美国 我想今天在美国生活的很多人 在看奥运的时候 都会发生这样的矛盾 那么我先声明一下我自己的态度 其实我主要是看体育项目 哪个项目我喜欢看 我就看哪个 那么我所喜欢看的体育项目 好像都不太有中国队比赛 比如说男子足球 女子足球 比如说篮球 比如说网球 都没有中国队 那么所以呢 我也就不存在有支持中国队 还是支持美国队 大家都很关心的中国女排 本来我也想去支持一下 不过那天打开电视机的时间晚了 等我开电视的时候 中国女排已经输了差不多了 所以就无所谓 资不支持了 那么坦白说 对于在奥运比赛当中 支持哪一个队 我个人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哪个队拿了金牌 其实并不是重点 关键是这个队的比赛 是不是精彩的 这个队的队员 有没有你喜欢的一些球星 或者运动员 你比较欣赏他的作风 或者你比较欣赏他的比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当然会支持他 比如说巴西有很多足球运动员 踢的都不错 英国有很多足球运动员 表现很优秀 那么在看比赛当中 如果某个队有这些运动员 我往往会把自己的感情色彩 会倾向于这个队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 那个支持美国队 还是支持中国队呢 其实我们说一个体育项目 哪个国家的运动员 有没有拿到金牌 这跟这个国家是否强大 是没有关系的 今天我们说支持中国金牌第一 还是支持美国金牌第一 其实大家往往都会带一种情绪 就是好像中国拿到了金牌 第一就说明中国比美国强大 其实这两者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体育项目 运动员拿了金牌与否 其实我想他无非就是说明了 这个体育项目在这个国家 是否普及 比如说乒乓球运动 在中国就非常普及 所以中国的乒乓球永远在世界上都是经常囊括 或者拿了大部分的这个冠军 于是这个国际拼联为了这个 让这个乒乓球的冠军分布的平均一点 不惜把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比赛规则 以改再改 但是改来改去呢 还是中国人有优势 包括在奥运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某国对中国 场上运动员长的都是一副中国面孔 甚至他们的这个名字啊 也是中文拼音来的 那么这就说明中国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实在太多了 所以等他们移居外国之后呢 他很可能成为这个国家 乒乓球运动水平最高的一个代表 那么他就代表这个国家参加乒乓球比赛 那么中国的乒乓球运动 应该说是非常普及 过去我在中国念小学中学的时候 任何一个小学中学 都有这个十来张七八张 这种乒乓球桌 所以这种运动的普及 导致中国人在这方面的 这个运动水平啊比较高 所以如果去说拿到金牌的话 我想只能证明说这个国家 这一项体育运动比较普及 包括巴西的足球十分普及 所以巴西出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在某个体育项目上 某些运动员可能他个人的天赋比较高 在中国来说 田径比赛的水平啊相对比较低 所以每到这个奥运会也好 或者什么运动会也好 一到田径比赛呢 中国的金牌总数 往往就很容易在这个时间点被超越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个平均的田径比赛的水平比较低 但是这不代表中国没有优秀的田径运动员 很多中国优秀田径运动员啊 大家可能都淡忘了 因为中国出这场优秀运动员机会比较少 比如说郑凤荣 1957年他就打破了世界纪录 当然那个时候打破世界纪录 从这个比赛的标准啊 到计算的标准啊 可能都没这么严格 但是呢 在1983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位叫朱建华的跳高运动员 两次打破了世界跳高纪录 那个时候的比赛啊 相对就比较规范了 所以朱建华打破世界纪录啊 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朱建华呢 因为中国朱建华之后 就没有出太多的这个优秀跳高运动员呢 当然还有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这个刘翔 在跨栏运动也是曾经代表中国最优秀的水平 但是见刘翔之后 有多少个中国跨栏运动员 还能在国际比赛当中拿到好成绩呢 所以这一类的体育运动水平在中国并不高 但是呢 有一些运动员个人 他有很高的素质或者有很高的天赋 那么他就可以拿到很好成绩 所以这一类的项目拿到金牌 充其量只能说这个运动员本身的天赋比较高 那么当然还有个要点 就是拿金牌多不多 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达水平也是有相关联的 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那么中国有钱了 体育运动为什么可以得以发展呢 因为中国有举国体制就是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帮助一些运动员进行重点的训练跟培养 那么这些运动员呢 在举国体制的这个制度之下 他们往往就容易出比较好的成绩 那么同样美国英国法国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是 他们没有举国体制 但是因为民众的经济水平比较高 所以民众当中有一些爱好者 有些有天赋的人往往也会得到家里的支持 或者得到赞助商的支持 把钱投在他们身上 用于一些特殊的训练 那么他们也可能获得很好成绩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落后的话 无论你是不是举国体制还是自由体制 你恐怕都很难有一个好的成绩 因为水平 你经济水平约束了你的整个体育项目发展的能力 在非洲很多国家就是这样 我在粤语节目里面讲过一个笑话 就是在2000年的这个悉尼奥运上 曾经有一位来自吃到几内亚国家的选手 游泳选手在100公尺的这自由游泳比赛当中 差点淹死了 因为他国家连个标准游泳师都没有 他只是凭着一丝的勇气 报名参加这个100米的自由游泳 那么他根本就不会自由游 比赛之前他甚至在游泳当中 怎么换气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是因为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 这个国家连个标准游泳师都没有 所以他的运动水平很低 他是凭着个人的勇气参加了奥运会 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也决定了这个国家拿金牌的多少 所以我想以上原因是可能决定了 一个国家在奥运比赛当中 金牌的这个多余少 但是呢 这种多余少之下呢 还有两个不同的体制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奥运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举国体制 到底是可取的还是可怕的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聊奥运会 那么这个奥运会的核心话题 当然是美中之间的金牌榜之争 美国在最后一天 在金牌榜的金牌总数上超越了中国 但是美国其实奖牌总数 一直领先于中国 那么这个奖牌榜 金牌榜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 到底美国排第一还中国排第一呢 今天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奥运的金牌榜 大家其实把它看成了一个 两个国家实力的竞争 其实这个奥运的金牌榜 我个人觉得它跟国家的实力 跟国家是否强大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刚才我们讲了 其实一个国家获得金牌多与少 大概有几项因素 一个是它的运动的普及程度 一个是有没有一些 具有特殊天赋的运动员 还有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力 有钱了投入到体育运动项目当中的 这个训练的经费就比较多 那么就比较容易出一些金牌选手 中国的举国体制 就是集中国家的一切资源 在某一个项目上做出一个突破 比如说50年代开始 中国就希望在所谓三大球上做突破 排球篮球足球 那么到今天 女排算是这三大突破当中最有成绩的 女排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几连冠 拿下了各种的冠军 但是这一次奥运会 中国女孩表现并不好 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现 那么所以说一个体育项目的强与弱 其实跟一个国家的这个兴盛 或者是衰弱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刚讲了 中国用举国体制 把一些资金集中到一些 有潜质的运动员身上进行培训 那么用国家的钱 把他们打造成奥运冠军 这些人成为奥运冠军之后 就可以证明这国家强大的 这是所谓的举国体制 美国体制又怎么样呢 美国也是同样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但是美国 除非你这个进入到美国的国家队 或者集训队 国家才会在你身上投入资源 在这个之前呢 其实都是由个人或者一些商业赞助商 来对一些运动员进行培训 我身边就发生过一个实例 我从小长大的一个朋友啊 他的女儿很有天赋 有什么天赋呢 有这个华兵的天赋 我们知道在美国曾经出了一个 华裔的华兵优秀选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叫关永山 于是这个华裔的优秀的华兵选手 鼓励了很多这个华裔的年轻人 希望学他 那么我这个朋友的女儿 在他那边也有天分 那他的天分到某一个时间点啊 就最终只好放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母亲算了一笔账 如果让他的女儿接着训练下去 等到他入选美国国家队的时候 他恐怕要花上两百万 来对这个女儿的训练费进行投入 所以一家人算过账之后 觉得这个投资可能未必符合 他们家庭的这个未来的目标 所以只好放弃了 所以当你在没有进入美国国家队 或者美国青年队少年队 这样的层次的时候啊 除非有赞助商看中了你的钳制 不然的话要靠家长自己的钱 培训每一个运动员 这对这个每个普通家庭来说 是个非常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是总是有一些优秀的运动员 被赞助商啊 或者被家庭用自己可用的资源 把它培养成国家队的代表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体制 跟中国的所谓举国体制之间的对比 但是我们说来说去呢 无论你用的是什么体制 其实一个运动项目的发达与否 它跟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是没有关系的 什么叫国家的综合实力呢 我想这里边包括了政治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的 这个制度的优越 那么还有呢 就是经济外交科技教育军事 这些等等的项目加起来 才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发达了 我相信它的运动项目的水平 肯定就会比较高 但是反过来说 你在某一个运动项目水平很高 这代表你的综合实力 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层次吗 我想这里边就反过来说 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么什么叫举国体制呢 很多人都会听到这个举国体制这个词 但是举国体制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把它形容成什么 国家花钱办事啊 国家用钱去培养运动员呢 其实举国体制的四个字 本质并不是这样 我认为举国体制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官媒 在宣扬自己的这个制度优越性的时候 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比如说你要建高铁 你要建高速公路 那么最起码在中国 你这个争利的规划过程会十分简短 哪些人不愿意搬走的话 你可以采取各种手段 比如说法律手段 比如说超法律手段 都可以让这些人搬走 所以所谓的举国体制 说穿了他通俗的讲法 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那么这个集中力量是什么呢 就是剥夺了某些人的资源 把这些资源集中在某一个部分 让一个庞大的资源 可以在某一个突破点上取得成功 而这个成功可以证明 我们的国家强大了 这就是举国体制的本质 那么这个举国体制的优越性 现在经常被拿来举例的 就是中国制造原子弹 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在1964年很快就造出了原子弹 那么中国造原子弹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 就是宁愿不要裤子 也要原子 那么这句话是中国开国的 这个元帅陈毅所说的 什么叫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呢 就是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 也要集中资源 去把原子弹造出来 中国造出了原子弹 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当时修杰在中国受基础教育的时候 我们上课都被老师告诉说 中国因为造出了原子弹 所以就制止了美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野心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也对也不对 为什么说也对也不对呢 因为中国确实有了原子弹之后 在国际上没有太多的国家 敢招惹中国 如果你想 跟中国发生一个正面冲突的话 确实你要掂量一下 如果中国扔出原子弹 那么这个战争的结局是什么 所以说有原子弹 没有人敢招惹中国 这一点是对的 但是造出原子弹 是为了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曾经 或者说曾经计划侵略中国吗 过去我们一讲 美国想侵略中国 最好的例子就是韩战 说美国想拿朝鲜半岛做跳板 那么目的就是要进攻中国 今天我们知道 美国政府已经解密了 很多相关的文件 包括前苏联也解密了 很多相关的文件 我们从解密的文件当中 我们基本上得知 当时如果不是金日成 主动发起对韩国进攻的话 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以美国为所的联合国军 干预朝鲜半岛的战事 也没有后来中国出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朝鲜半岛跟美军直接作战 那么如果美国 从来没有想过侵略中国 从来没有想占领过 中国一寸领土 那么造原子弹来 阻吓美国侵略中国的意义又何在呢 但是关键我们要说 造出原子弹 中国人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1964年造出原子弹 但是在1958年到1961年 大家还记得 中国发生的饥荒 在中国饿死了多少人吗 我们不能说造出原子弹 是直接造成了中国大饥荒 饿死了这么多人的一个原因 但是最起码我们说明一条 造出原子弹并不代表 中国在综合国力上 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这种集中资源办大事 确实令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如果我们说造出原子弹 都不代表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强大的 那么一个金牌又能代表什么呢 讲到这个金牌 讲到这个金牌对大家的影响 我又想起我当年 在中国大陆上大学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正好是中国女牌 不断的获得各类世界冠军 那么而中国男子足球队呢 也有刹那的光芒 在这个亚洲 世界杯亚洲小主赛上 获得了一些好成绩 当时在中国 每遇到这些比赛结束之后 你在大际上看到大学生游行 是偶然会发生的事情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些游行 但是也跟大家一样兴奋 都觉得中国女牌拿了这个三连冠 后来是五连冠 然后中国足球队呢 战胜了某一些亚洲强队 大家都觉得啊 中国的体育真是随着这个改革开放 开始振兴了 而我们的国力也开始这个强大了 但是现在你回头看 中国女牌不是在这次奥运会上 连小主赛都没有出现吗 而中国男子足球队呢 说句老实话 我现在我本人连关注一下 他们比赛的兴趣都没有了 所以这些所谓的获得金牌 获得体育项目的冠军 跟一个国家是否强大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 美中两国发生了这个奖牌榜之争 众多的媒体 包括这个主流媒体 中文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奖牌榜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关奥运 这个金牌榜 奖牌榜之争 上一节修节表达了个人的观点 其实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世界性的运动会上 拿到多少奖牌 拿到多少金牌 跟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比如说1936年 在德国的柏林举行了奥运会 当时的纳粹德国 当时的希特勒 试图把这次柏林奥运会打造成一个 证明了德国是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一次运动会 所以当时纳粹德国在这个柏林奥运会上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希特勒希望通过这个奥运会证明 亚利安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种 所以当时美国的黑人运动员 在这个柏林奥运会上拿到金牌 把希特勒气的甩手就离开了这个观众席 柏林奥运会确实德国拿到了很多金牌 排在这个金牌的榜首 当时德国拿到了33枚金牌 而美国呢 只拿到了24枚金牌 这证明德国比美国强大吗 几年之后在盟军的攻势之下 纳粹德国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所以奖牌榜跟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跟它是否强大 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关于这次美中之间的金牌榜之争 其实我想离奥运结束 大概还有三天的时候 各媒体都在热炒这个话题 很多中国的官媒 或者一些个人的推特账户 社交账户都在欢呼 中国这次又超越美国成为金牌第一了 当时我就说 田径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么如果说中国金牌第一恐怕言之过早 果然在田径比赛开始之后 美国就开始超越中国 后来美国在排球等项目 在拿下金牌之后 那么这个奖牌榜上 美国金牌总数超越了中国一枚 所以现在美国排在第一位 但是对于这个金牌榜的这个牌法 还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有些人说 美国虽然这个金牌 只超越中国一枚之多 但是从这个奖牌总数 美国还是抛离了中国 但是中国的网民并不这么看 中国的网民说 不要忘记了 我们有三个代表团 参加了这个奥运比赛 有些人说不是 是四个代表团 为什么中国的网民说 有四个代表团呢 因为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还有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那么还有一个台湾地区代表团 当然在台湾的朋友认为 他们是中华民国代表团 或者叫中华台北代表团 但是中国的网民不这么看 中国的网民认为 这通通都是可以算在 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当中 如果把香港跟台湾的金牌 算进去的话 那么中国的金牌就超越美国 成为这个金牌榜第一了 那么台湾的朋友会不会这么看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能够把这所谓的 四个代表团的金牌数 奖牌数 都算在中国的这个奖牌榜上的话 那么如果英国人站出来说 过去我们大英帝国 有很多殖民地 现在我们还有个英联邦国家 我们还要向这些国家 派出了我们的总督 虽然名义上 才是英语王派的总督 但是其实这些国家 都已经独立了 但是他还算我们英联邦国家 如果这样算的话 你把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几个国家加起来 我们就不要提什么 印度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了 光是把这些英语国家的 金牌奖牌加起来 那么他们就会在金牌榜上 排第一了 所以如果用这个计算方法的技巧 来证明自己是奖牌榜第一 来证明自己是世界头号强国 我想这种方法也不可取 那么有另外一个奖牌的计算方法 我也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是以国家的总人口 平均拿到金牌 谁排第一 那么这里 如果是以百万人的平均奖牌算的话 排第一的国家 你可能会猜不到 这个国家叫荷兰 荷兰每一百万人 大概有2.0833块金牌 那么排第二是谁 是澳大利亚 排第三是英国 排第四 值得荣耀的跟大家讲一下 排第四的是香港 香港每一百万人口 平均有0.7993块金牌 那么香港排第四 台湾也不错 排在第七 每一百万人平均有0.5091块金牌 排第十的是日本 美国只排在第十四 那么全球平均是什么样 全球平均每一百万人口的金牌量 是0.13块金牌 中国排的比较厚 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中国每一百万人的金牌的拥有率 只有0.0622 那么所以如果你拿这个 作为一个奖牌榜来排的话 是不是有可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为你的国家总人口的人均的金牌 人均的奖牌数 其实说明了你这个国家 整体的体育发展水平 那么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荷兰又变成第一了 美国排到了第十四 中国排得更厚 那这又说明什么呢 说明荷兰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世界头号综合国力强国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觉得奥运会体育比赛 它只是一个体育项目的比赛 当这个国家某个时段 出了一个天赋很高的运动员 那么这个运动项目的奖牌就归它 当这个国家的整体的体育水平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的奖牌数一定会有升有降 那么所以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个国家之争 好像中国如果取代美国成为奖牌榜第一 就证明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综合国力强国 能够取代美国的影响力 所以这次奖牌榜之争 其实还是美中之间竞争的一个大背景 无论你站在美国的立场 站在中国的立场 很多人在争这个奖牌榜的时候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把它变成了一个美中的综合实力之争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 等到下届奥运会我不知道美国牌前面还是中国牌前面 但是这也不代表那个时候 两国的综合国力 两国的影响力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说到底看体育比赛 可能有些出于国家荣耀的角度 大家会把立场站在自己的国家队 那么你是代表哪个国家 特别生活在美国的华裔 你是代表是一个华裔美国人 你还是觉得你身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魂 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取向 也尊重每一个人的立场 只不过我们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 我个人更加欣赏是这个比赛精不精彩 我们看男子足球的欧洲五大联赛 我们不是看得如痴如醉吗 如果你喜欢足球的话 最起码我个人是这样 但是哪个国家跟我有关系呢 哪个国家的利益跟我个人的利益有关系呢 我们就是看一场体育比赛而已 那么讲到这个举国体制 有很多争议 有些人认为举国体制好 你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就比美国先进的多 你看看中国的高速公路 你对比一下美国的高速公路 中国就是一个富裕国家 美国就是一个贫穷国家 你对比一下美国的网络跟中国的网络 美国就是一个落后国家 美国作为一个科研大国 在这个科研方面呢 美国有比中国多得多的这个科研成果 但是你看美国的网络 我从香港移民来美国之后 突然发现原来美国的网络是这么的落后 网速是这么的慢 还经常断网 所以我很难想象一个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居然会有这样的网络水平 你反观中国呢 中国因为使用网络的人比较多 所以中国的网络商可以用很多资源 去建设他们的高速宽屏网络 而美国因为经济利益的考量 所以美国很多农村地方啊 在这个目前还没有宽带 这也是今天美国要争议 要不要建这个基础设施的其中一个话题 但是这些话题吵来吵去 有很多因素要考虑 什么环保因素啊 什么商业利益因素啊 在中国不需要 中国只要想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用举国体制 集中力量 集中资源办大事 很多事情都可以迅速的办好 高速公路是这样 高铁是这样 包括这个中国的航天飞机上天 中国的太空人上天也是这样 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突破某些项目 但是举国体制到底给一个国家 给一个社会带来的影响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举国体制之下 中国运动员必须在这个重大体育比赛当中 要拿到金牌 因为这关乎到国家的荣誉 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会上啊 就有这样的一个实例 当时中国的运动员 女子举重运动员叫唐公红 唐公红的对手是谁呢 真是冤家路仔 是中国台北的运动员 当时叫中华台北队 两个人当时面对的这个挑战呢 都是172.5公斤 中华台北队的运动员呢 第一次就成功举起了这个重量 而唐公红呢 两次失败 他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 哪怕他同样举起了172.5公斤 因为他两次失败 这块金牌还是会落到台北运动员的手上 当时的中华台北队啊 已经开始庆祝 这块金牌已经在他们囊中了 但是结果却大出所有人的意料 那么这个大出意料事情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那么上一节我们讲 2004年在雅典举行的奥运会上 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唐公红在比赛当中呢 他的对手是中华台北队的运动员 两个人都面对172.5公斤的这个挑战 中华台北的运动员在第一次试举当中就成功了 而唐公红呢 两次失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唐公红哪怕举起同样的重量 那么这个金牌也会落在中华台北队的这个囊中 所以当时中华台北队啊 在台下已经开始在庆祝他们夺得这枚金牌了 但是唐公红第三次试举啊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把他挑战的这个重量啊 直接从172.5公斤上升到182.5公斤 换句话来说 他如果举起这个重量 他就可以反超台北运动员的成绩 拿到这块金牌 但是这是一个唐公红从来没有举起的重量 第三次试举 唐公红终于成功的举起了182.5公斤这个重量 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 唐公红似乎向全世界证明了 中国运动员无所不能 中国运动员在落败 在绝境当中也可以反败为胜 唐公红确实拿下了这块金牌 但是唐公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回到后台之后啊 唐公红蹊跷流血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夺得这块金牌 唐公红不顾自己的体能 不顾自己的实力 用这种精神鼓励法 让自己举起了这个重量 但是唐公红的内脏严重受伤 所以出现了蹊跷流血 据说当时在对一的抢救之下 唐公红终于保住了一命 但是唐公红后来 他的这个身体所受到的伤害 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报道 我们不管这些报道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哪些是夸张 哪些是现实的 但是作为一个运动员 受了这样的重伤 我们可以想象 唐公红未来的生活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困境 确实唐公红今天在中国大陆 生活的似乎并不那么如意 最起码他没有因为这块金牌 改变他的命运 为了证明一个国家的强大 这种牺牲值得吗 如果这个金牌是有价值的话 那么人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所以举国体制 在这种氛围之下 迫使很多运动员 做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也有很多运动员 在这种举国体制氛围的影响之下 在比赛当中发挥时长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刘翔 刘翔当时在这个比赛之前 他身上所肩负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明明他的脚已经受伤了 但是因为要拿下这面金牌 因为这面金牌可以证明国家的强大 所以刘翔在明明知道 自己脚受伤情况下 也要坚持比赛 当然最后结果 他被迫退出了比赛 这都是举国体制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今天我们讲举国体制 所造成的这个可怕的影响 并不在于只在体育层面 其实他在整个社会当中 都会产生一种心理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撼的新闻 这个新闻是法国广播电台的新闻 这个新闻的题目 叫希特勒的孩子在中国长大 大家光听这个题目就已经够耸动了 那这个新闻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是有一位自称是来自 中国河南新乡的大学生 叫石可 这个石可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题目叫 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开信 冒号 我愿意对穷人开杀戒 包括我的父母 这位叫唐可的来自河南新乡大学生 他说他是一名爱国者 他在高中三年准备高考过程当中 他亲眼目睹了美国和西方社会 如何伤害我们的党 我们的国家 伤害华为 他们用贸易战来让我们的经济受挫 他说他希望中国反击 但是现在好像还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有六亿人 收入还不到一千 这些是穷人 这些穷人拖累了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对这些老百姓 对这些穷鬼太好了 如果我们和美国打仗 这些穷鬼会吃不饱 他会拖我们的后腿 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 处处受辱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他代表全中国有钱的 正常的人正式向国家提议 让他们参军 让他们去杀掉这些 不努力拖累国家的人 让他们这些大学生联合起来 一个月杀光六亿低收入的废物 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真是假 我高度怀疑这个新闻是假的 因为这个自称是大学生的人 在这封公开信里面 有很多错别字 比如说就读于广西某某学校 他在就读的读 写成了总督的读 说爱国主义教育 他写了这个外国主义教育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个假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是有这样一封信 有这样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个别现象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新闻 分享这个很可能是假新闻的一封信呢 因为这封信里面 它代表了某种思想 这种思想就是我们刚所说的 举国体制当中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为了要跟美帝国主义决战 我们必须集中一切资源 来保证我们国家跟美国的冲突 在反击美国对我们的压迫 跟进攻过程当中要获胜 怎么办 就要把那些穷鬼 把那些拖累国家的人统统杀光 这就是剥夺一些人的资源 把资源集中在某一个方面办成一件大事 这封信不管它是真假 其实它告诉了我们一件事 就是举国体制到底给一个国家 给一个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如果你认可举国体制 如果你认可可以剥夺其他人的资源 把这些资源集中起来 办成一件大事的话 那么这封信里面讲的就是真理 我们需要这样一封信 我们需要这样一群年轻人 我们需要这样一群所谓的大学生吗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真是存在这样一些人的话 这个国家不但不强大 并且这个国家十分威胁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奥运会 讲到举国体制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眼光 只停留在体育比赛的层面 因为如果这种举国体制 这种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变成一种制度的优越的话 那么它可以在体育层面里面出现 它可以在其他领域里面出现 如果一个社会人群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 接受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 它不在乎伤害其他人的资源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不惜任何代价也不在乎伤害人的价值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吗 所以我首先我对这封信这个新闻 我认为它很可能是个假新闻 但是这让我们看到 这封信里面所表达的内容 其实它跟举国体制的概念 是十分相符的 这就是举国体制的可怕之处 所以我们今天聊奥运会 今天我们聊美中两国的奖牌榜之争 其实我个人认为奥运会本身 就是一个体育比赛的一个场所 而奥运会创办的本来的利益 也是希望国民的体育水平不断提高 让大家的身体更加强壮 有了健康强壮的身体 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如果非要把奥运会变成一种政治制度之争 变成两国体制 到底谁优越之争 并且为了这个之争 不惜用举国体制 不惜牺牲其他的资源 来证明一个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结论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 好了 我们今天聊奥运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自然而言 monsieur 自然而言 继续 scooter 5 小 最罩 严 ��다 我